今天要分享的是 多美汽車編號140號 2016年的長型車款 這一組應該算是機械工程的 農用機具 一般好像是用來挖馬鈴薯 就是那種根莖類的 比較常見吧 打開 其實我不懂農業 小的不懂 有胡亂鬼扯 就開給大家看 那天看到不知道為什麼被我丟在一個小小的地方 然後裡面有附上一個 這個是另外一個零件 車子拿出來 車子本身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這裡是可以可動的 雖然可動範圍變不大 然後六個輪胎都可以轉 後面這個類似爬子的東西是不能動的 但它的這個 前面的這個部分 類似 鏟子的這個部分 這是可以動的 所以它應該就是像這樣子 開過去 然後把某些特定的東西爬起來 大概是這樣 上面是這樣 側面是這樣 前面有點細 然後這邊有它的編號 GD675 其實這台車我就真的不是很懂它是什麼車 然後注意看這邊有個孔洞 就是要把這一個零件 給用組裝的方式裝上去 我怕硬裝會壞 這樣子 裝上去都是這樣 我不敢硬壓 只怕壓會不會 上面是這樣 這是編號140的 農用機具 這是我沒有個名稱 鏟子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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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